提起王宝强 人们总说他傻乎乎 真是这样吗 早期的王宝强确实够傻 刚开始拍戏时 他一路傻得顺风顺水 那时王宝强这样评价自己 但是演一样之后 但是我自己不觉得好 但是他都觉得特别好 拍低伏去 拍天下无贼也是 拍过程当中呢 拍一次 冯大康大家就夸 傻瓜演得好啊 就这样 然后心里就特别美 也不知道真的好是假的好 反正我觉得就没有表演 有人说王宝强是一招先吃变天 但如果只有傻 这一招可能他只能像烟花般 一闪而逝 但能一直火到现在 快20年 王宝强绝没那么简单 而最不简单的 就是那总被大众忽略的演技 2010年 导演韩杰邀请王宝强 出演哈喽傅先生 这部只拍了40天 票房仅200万的电影 居然让王宝强 一举拿下两大国际电影节 最佳男主角 这时很多人才意识到 这个看起来憨憨的年轻演员 居然如此不俗 当时拿到傅先生这个角色后 王宝强的第一反应就是惊喜 这部电影聚焦农村留守人群 而王宝强饰演的树哥 是一个又穷又渴望别人尊敬的角色 前期性格卑微敏感 后期精神紊乱 神志异常 对于一般演员来说 这种角色很难揣摩 但王宝强却凭着超强的感知力 直接进入了角色的内心世界 除了人物内心状态抓得准之外 在外形上 王宝强也是极度贴合 留了长胡子 好多天不洗头 为了找到老烟民的感觉 从不抽烟的他提前几个月 学抽烟 甚至在片场 总要不停地喝两口 始终保持那种 晕晕乎乎的醉意 婚礼闹事那场戏 王宝强在片场醉得不省人事 最后还是被工作人员 抬回了休息室 他和宋先生这个电影 这要求就是真实 我们就有点吃点 所以我在看宋先生的时候 工作人员 包括韩姐 你可以问他 他在那些女生 我是真的还是在演 所以根本就看不出来 就是你会和那些人物 就觉得你怎么演怎么吃 所以很多经典动作 都是自己随机创作 那双无处安放的手 那半眯半睁的眼 想笑却不敢大笑的脸 那一身一换的状态 早已让人分不清真假 影片上映后 一时激起千层浪 王宝强神乎其神的演技 瞬间吹爆整个娱乐圈 我在看完初点之后 我就开玩笑 我说哈喽 苏先生里面的王宝强 已经变成一个表演艺术家了 然后天一无份的 一气呵成的那种表演 单数欣赏 宝强的这样的一个突破性 颠覆性的表演 已经非常过瘾 段奕弘甚至当众直演 苏先生抽烟这段 王宝强将职业演员 甩了十万八千里 职业演员 毕毕在那里 你太能演了 你太想演了 你可不可以抽一根演员 能抽出十八个花样来 这样抽 这样抽 不知道怎么抽好了 人家就一个档才保持一张 那可不怕你甩了十万八千里 宝强确切地说 他有一些东西 是谁可能会演不过他 他完全是一种法无定法 宝强演 他自己驾身就熟的那种角色 是恐龙偏下无敌 曾经的王宝强 靠着一股傻劲出道 演活了一个又一个老实人 他塑造的每个角色 都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真实感 真实到让人忘记 他是在演 真实到让你以为 你身边有这么一个人